年賣難理聖職,教宗突然辭職 一日前,他還以教宗身份向大家致新年祝土 想不到一日後,他便辭職 他便辭職 85歲的本督十六世,昨日在梵大江書基會議宣布辭職 原因是覺得自己年紀大 在過去幾個月,自己的力量已衰退到無力履行聖職 所以決定會做今個月,在2月28日正式退位 他強調辭職完全出於致遠,不關有病和教廷醜聞事 他未來會先去羅馬附近的下宮休息 之後就在梵大江隱居 今次是717年來,首次有在世教宗退位 不消息震驚全球 連教宗身邊的助手都覺得很意外 我覺得教宗被全世界的好榜樣,我非常支持他 我絕對不會像有些小众一樣 我不想以為教宗有什麼壓力 我絕對他入過院,完全不會被壓力影響 其實近來教宗身體都一般 他2009年曾經跌斷右手 就連這幾個月,在聖白多禄大教堂主持梨薩 都要用流動平台代步 醫生還勸他不要再出國訪問 2005年出任教宗的他,本來日室拉清格 做過茂尼克總主教和舒基 亦都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得力助手 上任8年來,反對墮胎,安樂死,以及同性婚姻 還曾經有幾次野火發炎 好像2009年,說被孕套解決不到非洲愛之病問題 要避免分前性行為才對 不過之後立場軟化 支持者讚他捍衛天主教核心價值 但亦都有人批評他太過保守 由指他包庇涉嫌性侵兒童的神職人員 去年他前管家還將他的私密信放給傳媒 沒有自主教之間的內控、爭權 反帝剛金融機構沒有監管等等 將教廷的陰暗面揭曬出來 為何我把你的水道 帶來我去開關 由我來講解決